不正当的关系一旦发生 这个可怕的后果大到你无法想象 尤其是第二点大到你难以承受 第一 破财 一方出轨夫妻不和 直接摧毁你们夫妻宫的财库一定会破财 第二 婚外情的因果会降到你们的下一代身上 一方出轨直接影响子女运 尤其是婚外情 持续的时间越久 对你们子女的影响会更严重 在我看大部分的女性情感不顺的案例里 70%跟原生家庭有关 有一位白富美 资深的园局非常不错 情感运势也没有大问题 但总是遇到渣男被伤害欺骗 我就问他 你父母的感情怎么样 果然他父母很早就离婚了 父亲不止一次的出轨 母亲也没有正确的去处理 很多感情不顺的人 有时候本身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想告诫所有人 不管男女不要出轨 更不要任由婚外情的发展影响到自己 并且我及子女